怎么办呢 案件征服工作一时间又进到了瓶颈器 就在专案组眉头不展的时候 王某鹏无意中交代的一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他说呀 他们在盗墓的时候曾经住在新密市区良镇的一家宾馆里 你想啊 住宾馆不都是个登记吗 加上宾馆大厅一般都装了摄像头 想到这专案组立刻站在庭路 当时咱们侦察员处迅速的到达这个宾馆 对这个住宿登记进行查看 结果发现啊 他们在我住宿登记的房间 当时登记的个人名啊 都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 人常说行不争名做不改进 只说一个人呢为人处事光明伪落 而这些刻意隐瞒自己身份的人不用说 肯定是另有隐情啊有事啊 我不认为这四人在宾馆的监控室内 一直刻意违避这反省 八次算命述 雅城八次命运 是基于生成八次随关的一门关部室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运 二十余年的早长 现场八次算命运 一家风险银鼎 零鼓发现 造长微信 二零八八 二十八八 他们的体貌作争 跟网友对同伙的描述 是十分接近 我们通过那个视频监控 带着王沐红进行辨认 王沐红 那些人呢就是跟他一块当过来的 尽管这四个人的样貌 得到了确认 可是由于视频模糊不清 警方一直之间也无法确认 他们的身份 只能把这家宾馆 当作重点的排查对象 同时对取杨镇上的其他宾馆 进行了秘密排查 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本以为又要断掉的线索 居然成了最大的突破口 就在王沐红C案的第四天 当专案组再一次来到这家宾馆 进行走访的时候 宾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说那些之前用假身份证 登记住宿的人 现在就住在这里 这是踏破铁心 在这家宾馆处 德莱全不费公主 专案组立刻决定 刺激抓人 我们大队组织了大学警力 对这些涉嫌放牧的人员 进行了抓捕 当时是在这个酒店二楼 相邻的两个房间内 抓到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分别是姚某 贾某权 谢某杰 以及林某明 这四个人到案之后 也干脆 老老实实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并且供应出了这个传火当中的另外七个 接着 在他们的配合之下 专案组迅速行动 辗转了湖南等地 把这七个人们都抓捕回案 这其中还包括一名侯庄村 本村的村民 侯摩宝 就是他 就是他在暗中观察警方和巡逻队的行动 给盗路传合通风报信 这才让这些人敢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 长床转 如果根据这些已经归案的盗路分子交代 侯庄村这座古墓 可能在历史上 就已经被盗挖很多次了 而他们所挖的盗动和之前的盗动呢 又重合了 所以尽管他们费尽心机 但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收获 那你要问了 既然没有收获 他们怎么又聚到了驱阳镇呢 那您怎么说吧 镇里面没什么收获 所以他们才又来的 因为他们没有造极到有价值的文物 老板成龙也亏钱了 然后这个几名主要成员在一起 就商量盗墓 那就是十到九空 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墓葬 来挖着到有价值的文物 那你漂亮是一夜暴富 什么都有了 所以这些团伙成员就描上了 新密以及临近的现实新城 周边的这些古葬葬 听见没有 他们这个事又有了新的作案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了 经过了他们的老板的手盘 还付了款 还付出了他们的军事的各种盘子算 这些人请示了老板陈某以后 陈某又打来了两万元的现金 用于这些人的现金准备 他们已经在召集人员 准备对这个正庄的墓葬 再次进行盗决了 听起来有点像盗墓笔记的经典 有一大墓 打了完 在背后出资 还有一个对墓葬 划关的核心人物 然后整个团队各行行事 去挖坟拳墓 怎么样了 他们这个盗墓场所里的 出资人和军事 又会是谁呢 他们能否顺利被抓捕归案呢 不要走开 详细更精彩 十几名盗墓贼归案 另一座千年古墓 幸免于那 出资人落网 独犯盗墓军事漏网 暗中监视 独犯能否被刑 将其位置静电传题 正在为您抵觅 更别说到 新密警方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前后已经抓获了 12名盗墓团伙成员 在这些人当中 有人负责整个团伙的 后勤生活保障 有人负责购买自网工具 有人负责寻找资金和墓园 等等等等等等 据专案组了解 整个盗墓团伙当中 现在只剩下两位核心人物 出资人陈某 和人称盗墓军事的老吴 没有罗网 那么他们藏在哪里 究竟能否顺利抓获归案呢 当时他这个老板 陈某的身份落实 但是这个 他们口中的工程师 老吴 这个身份 一直没有落实到 对他们这个团伙交代 老吴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很有可能在省外 省内的其他地方 有过多次造决古墓的行为 专案组决定先对出资人陈某 才去行为 很快警方就掌握了陈某 他是一个深圳人 在深圳经营的一家科技公司 在深圳警方的配合之下 经过一周的侦查 陈某顺利归案 其实陈某能够如此势力归案呢 跟他自己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 有很大关系 他呀 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但他认为这个盗墓行为 他只是一个出资人 他没有具体 参与到决古墓这个犯罪行为 认为自己不一定能够构成犯罪 所以当时是几乎并痕 相比之下 最后一位盗墓军师老吴的行动 那就诡异多了 他身上似乎总造成一层 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信心 按照目的第一年 就是一个指纹 整个盗墓的核心人物 他知道墓穴的尽头和出口 他知道这个 他能知道这个墓是哪一年代 是哪一年代的墓 是谁的 或者是哪一阶层的墓 像老吴这好人物 盗墓团伙是从哪儿 把它挖出来的呢 据已经归案的团伙成员 郑某科和张某会交代 老吴是他们通过网络招募来的 这个线索 让专案组集中对他们的关系网 进行了深入调查 最后终于查出了 盗墓军师的真实身份 他的真名叫吴某聚 是河南省新正式虚变证人 他尽管这身份已经确认了 但是要抓住这个人 并不容易 吴某聚的身份落实以后 中年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直没有消息 然后发现吴某聚 他和他老婆离婚十年年 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 专案组了解到 唯一和吴某聚亲近一些的 只有一个弟弟 在新疆从事种植红枣的生意 据说几年前 他还曾经去新疆 给他弟弟帮过忙 不过最近这几年 这两个人似乎来往并不多了 就在专案组以为 在吴某聚的亲朋好友的 这个关系网里边 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 他这个弟弟突然有了一个异常的举动 他这个弟弟从新疆回到荷南 回到荷南以后 他这个弟弟并不是直接回到他的老家新疆 而是直奔新乡 但之前的这个弟弟从来没有去过在新疆去待过 或者他这个弟弟在新疆有什么朋友或者亲戚 不过年不过节的 吴某聚的弟弟忽然动身从新疆回到了荷南 而且还没有直接回家 这个举动让专案组立刻意识到事情可不简单 我们侦察院就开车 就是跟着吴某聚的弟弟 特意来到新疆市牧医区 一处民营房出去 然后看到他进入到一处民营房 然后过了没多久他就出来 专案组立刻还能对这些民营进行跟手 他们看着民营剧 把民营的地方都在一处 民营房从外观来看 过于安逸 没有任何人生活的迹象 我们当时听论 吴某聚会不会躲在这个民营里面 主观其实这幅民营大门警地 高强强德 根本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这么遵守下去 也不是八十百 最后专案组决定 想办法先进去判判情况 我们当时就决定 三强进入这个民营 就是安逸天太太 三强进去之后 然后打开大门 让我们其他行为 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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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有工夫 当时就在一棱 了客期里面坐的 那这个话 这些书的话 再去罗伯伦了 那罗伦妈买的句话 当然呀 就是这些罗伦老了 当然我交给了他 那我交给了他 那些都不着 他们 말一下 这就是罗伦 这不是人是大 这是草圈呗 你是哪个好写的 哎呀 这个草圈也草圈 你咱们拿着吧 里面要你咱们看不出 这不是草圈也草圈吗 一直到这一刻警方苦苦追寻了两个多月的幻想演员 盗墓军师吴某剧终于做完